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村子远离癌症威胁 中华医药春节特别寂寞 将带您一起去探访无癌村 破解他们膳食养生的健康秘籍 铜炉隶属杭州 位于浙江省西北部 地处乾塘江中游 复春江横贯陷进 滋润出一片秀美的山水 这里是中国的长寿之乡 这个被山水环绕的村落石舍村 就是传说中的无癌村 在中国癌症高发的二三十年间 这里居然没有一位村民罹患癌症 2014年李东将至之时 中华医药设置组和中国中医科学院脾胃病专家魏伟一起走进石舍村 希望能通过实地调研破解无癌村的健康秘籍 在当地村民的陪同下 设置组走进了浙江同路县复春江镇的石舍村 在村口我们碰见了两位老人 他们正坐在桥头悠闲地喝茶聊天 专家魏伟与老人们聊起了家常 这两位都92岁了 92岁 高瘦了 不容易啊 喜欢吃菜吗 吃蔬菜 白菜啊 油菜啊 吃了好的青菜 青菜 青菜的菜吧 你自己种的吃 很好 种菜啊 我就种菜 你去清白什么什么我做过 两位老人竟然都已92岁高龄 一位名叫方光良 一位名叫方长盛 老人虽然年过九旬 但聊起天来耳聪不明 思维和表达都没有障碍 看上去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 我看看您的舌头 再伸出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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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睡觉不好 当我一见到这两位老人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年龄 哪像九十多岁的人 那么我感觉他们可能就是 七八十岁的老人 那么在同时给他们打脉过程 能看到他们的脉象 基本上是正常 甚至跟年轻人的脉象都是近似 除了他左面的寸脉 偏沉一些以外 表示什么 表示他们的心气可能不太多了 他们的舌相 基本上是正常的舌相 他们这样的舌相 反映出他们的脾胃功能 基本上是正常的状态 但他们感觉还是很有生命力的 老人的脉象和舌相 让魏魏感到意外 他们的健康状况 根本不是同龄人所的 两位老人的老伴都已经离世 儿女们都很孝顺 不让老人干活 但老人从年轻时 就养成了劳作的习惯 他们每天除了聊天喝茶之外 还是会经常下地脑洞 黄光两老人甚至到现在 都能挑得动百十斤的蛋 惊叹之余 我们对这个石舍无癌村 更加充满了好奇 这个山间的小村子里 究竟也藏着怎样的健康秘籍 我们决定先从这长寿老人身上 寻找线索 我们随长寿老人来到方昌盛家 他的女儿和儿子已经准备好了午饭 萝卜丝 忌菜炒蛋 腊肉炒干笋 还有一盆散发着浓郁香味的炖鸡 立东将至 为了给老人进补 儿子特地为老人炖了一锅鸡汤 老人的儿子告诉我们 按照铜楼一带的习俗 每年立东时节 有老人的家庭 都会制作一道特殊的药膳 神仙鸡来为老人进补 年老体弱的人 吃了这神仙鸡能强生防病 鸡老受损的人 吃了这神仙鸡能迅速恢复体力 因为地道的神仙鸡制作工艺 比较复杂 费时费事 现在好多家庭的年轻人 都不愿意再花功夫制作 这传说中的神仙鸡 究竟是怎样一个配方 它真的有如此的奇笑吗 职业好奇心的驱使下 为委托老人的儿子 帮我们打听到 瑶池村一户人家 正准备为家中老人 做神仙鸡 我们驱车赶往瑶池村 我们赶到的时候 这家的老人正和女儿 一起做家务 你好 你好 你好大娘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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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容易啊 拉扯了四个孩子 身体不错 空气不错 环境也好 自己种点菜 自己家里面种点菜 该活着有空 有空就采点野菜 要吃点肉 但是别吃太多 清淡饮食 俗话说 全部离手 取不离口 瑶瑶的一番寒暄 充满了职业色彩 当她了解到 老人今年已经93岁高龄 瑶瑶情不自禁 就要给老人把把脉 很好啊 身体不错 舌体很深处 比昨天两个老人家都好多了 没有太太那个黄胎 早胎 年轻的 我见过最大的 我的一个病人126岁 你叫她阿姨的 望文问妾之后 老太太的身体状况 比之前两位老大爷还要健康 此刻 未未对这位健康老人充满了兴趣 似乎把神仙鸡的事 抱到了脑后 倒是为身边这一片 红彤彤的果实吸引 你来这个泡酒吗 泡酒喝 老太太告诉我们 这种红色的果实叫山珠鱼 三月份开花 秋季结果 每年深秋以后 房前屋后 满山遍野挂满了 红彤彤的果实 成熟之后 山里人都会采来泡酒 刚从树上采摘下来的果实 浸泡在这高度的粮食酒中 等到立冬一过 这山珠鱼酒 就是漫长阴冷的冬季里 当地人暖身驱寒的重要补品 和年节招待客人的佳品 剩下的晒干收藏起来 是一家老小一年中滋阴补羊 强身健体的重要滋补药材 山珠鱼肉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和功能成分 多生长在暖门带 浙江天目山一带 是野生山珠鱼的重要分布区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 及一代一家应用山珠鱼的经验 把山珠鱼列为捕血固精 捕益干肾 调气捕虚的强身之药 那么在当地的话 老百姓有这么好的一种 偏方 厌方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好 它是因人 因食 因地去制衣 不同的地方 它有不同的养生的方法 当地的气候比较湿润 特别到了冬天时候 是阴冷的季节比较漫长 人们当地过冬也比较难熬 除了保暖的措施以外 它可能通过饮食的结构的调整 激发它本身的一种疲惫的功能 从而达到一个健脾义气 延练一种功效 中医学一直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人体的保健 康复 靠的是我们脾胃的功能 脾胃功能壮胜的话 身体是非常强壮的 有句话叫 有胃气则生 无胃气则亡 什么意思啊 如果这个人生命垂危了 如果他能吃东西 那么这个病人的寿命 还是可以延长的 如果他不能吃东西了 这个生命可能很快就终止了 调理脾胃百病不生 是中医学传承了几千年的养生精髓 魏魏通过几十年的临床经验 在无数患者身上 验证着这一理念 却没想到 这一理念早就实践在 同儒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魏魏对这片村落充满了兴趣 跟随老人女儿的脚步 他还能有新的发现吗 老人的女儿此刻要上山去 采挖神仙鸡的一个重要配料 土黄鳍 他告诉我们 屋后的山谷里 土黄鳍鳍随处都能找到 村民们平时采挖来 洗净晒干煮水喝 立冬之后采挖用来炖制神仙鸡 土黄鳍通常自然生长在山谷中 山林茂盛之处 叶子长得像五指 别名五指香 很快老人的女儿 根据叶子的形状 找到土黄鳍 这就是土黄鳍 五片叶子向人的手掌 土黄鳍以根入药 胃肝性温 补中益气 利尿通乳 致虚牢贫穴 因为冬煮收藏 因此根茎类的中药材 均在冬季采挖 公教最强 黄鳍是补气的一个 重要的食材 那么黄鳍的话 鳍在我们的说文节字里面 它是一个特别年龄 非常老的一个长者 叫鳍 那么黄鳍就是说 它这个药材 它对身体的长寿 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药 老人的女儿把刚才寄来的黄鳍拿回家 用水冲洗干净 还有一道重要的工序 就是揭掉外面的一层外皮 露出里面黄色的新鲜根茎 接下来用大火把大铁锅烧热 把一到两斤的盐铺在锅底 然后把一只砂锅 放在铺好的盐上预热 这种盐鞠的方式 是为了保证砂锅 均匀恒定的温度 这时把处理好的整只母鸡放入砂锅 加上已经包干净 切成段的黄鳍 然后往砂锅里面 加入两斤浙江黄酒 用这种类似于中药炮制的工艺 来料理食材 炖鸡不见一滴水 而是以黄酒炖煮 这所谓的神仙鸡的神奇之处 不知是否就在这里 此时盖上锅盖 锅盖边的洞隙要永不封净 这样锅里的盐和黄酒 加热气化后的成分和水汽 才不会泄漏 通过焖蒸 把食材和药材的有效成分 留住在砂锅中 神仙鸡要经过五到六个小时的焖蒸 才能出锅 接下来 女儿一阵忙碌 煎炸烹煮五个小时之后 一桌盛满了儿媳孝心的立东大餐 就要开席了 儿媳妇端出这锅冒着热气 翻着小滚的神仙鸡 绍兴黄酒加着土鸡的醉神香味 扑鼻而来 老人喝着儿媳不辞辛苦熬炙的神仙鸡汤 恐怕是神仙的日子也无患了 当地的神仙鸡 它的配料特别好 它是用黄酒 它不是用水 它是用黄酒直接炖煮 炖煮这个鸡 然后把这些配料放进去 我们从中心讲的话 黄酒它本身有一个通筋活动的作用 黄芡和鸡它对人体都是有补益作用的 我们讲的鸡特别在江浙地区 可能是用老母鸡在做配料 老母鸡我们讲是补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 黄芡是补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食材 所以咱们在内地可能有很多地方 孕妇生了孩子以后就要吃 这个叫什么黄芡鸡汤 它起到气血双补的作用 调整人的气血的平衡 那么老人常年吃这个东西 黄芡的血可能对它的气血的循环 它的正气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在浙江同罗的复春江畔 又一个被秀山避水环绕的村落石舍村 在中国癌症高发的二三十年间 这里居然没有一位村民罹患癌症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使这个村子远离癌症威胁 中华医药春节特别寂寞 带您一起去探访无癌村 破解他们膳食养生的健康秘籍 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未为此行能否从当地人的膳食习惯中 解读出无癌村的养生之道呢 品尝过神仙鸡的美味 我们循着这一汪清水 继续我们的探访之旅 在村子里的一条巷子里 我们碰到几位村民正在包粽子 端午吃粽子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 而这里的村民怎么立东包粽子呢 村民告诉我们 按照石社村的习俗 逢年过节 家里办喜事 甚至有亲朋好友来访 村民都会包粽子来亲和 村民都会包粽子来亲和 我们去石社村的第二天 我们就看到他们在现场包粽子 粽子是它里面 它有个最重要的成分就是糯米 糯米它本身是一个 我们讲的平补的食品 它有健脾益气的功效 粽液的话它是一个什么 它有一个清热解毒的作用 那么这三个人 它把它放在一起呢 它就其他一个对人体 也是一种调节本人 人体的阴阳平衡的一种状态 村民们裹粽子用的糯米 与我们平常所见的不同 它不是白色的 而是犯着一种金黄的色泽 这个是什么米啊 黄黄的 那个稻草的灰烧起来 烧起来再用水泡起来 开水泡来骨粒的 米翻来骨粒的 再加泡下去 等于说这个泡糯米的这个水 是用稻草会泡过的水 是吧 将糯米变成黄色 也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 首先要将稻草烧成草木灰 然后将开水浇在草木灰上 将过滤过的草木灰水 在用干净纱布过滤之后 将糯米浸泡一夜的时间 直到血白的糯米泛出金色的光泽 草木灰的成分 充分浸透到糯米中 便可以配上馅料 包裹成美味的粽子了 这种用草木灰浸泡过的糯米 做出来的粽子 散发着草木的特殊情香 而且酒放也不会变质 人们至今不辞辛苦地传承着 这复杂的制作工艺 不仅是为了享受唇齿间的美味 也把这粽叶里包藏着养生智慧 和源于自然的健康密码 赋予他们的餐桌之上 代代相传 我看了以后觉得特别有意思 它的粽子为什么是偏黄色的呢 我们一般糯米都是白色的 后来发现它是个糯米 它是被草木灰处理过的 那么草木灰是干什么的呢 一个是健庇 在另外一方面草木灰可以有防腐 我们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要储存粮食 那么在米缸的最上面 要放荷荷的一层草木灰 粮食都可以常年保鲜的 那么同时它有提味的作用 石舍村是铜炉复春江镇 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 衣衣衫傍水 山地多耕地少 这里森林覆盖率高 植被丰富 空气清新 水质纯净 俗话说靠山吃山 石舍村茂密的山林里 藏着村民一年四季餐桌上 丰富的食材 今天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 立冬 这些老人结伴上山 挖冬笋和野菜 准备置办一桌立冬聚餐的美味 这冬笋是冬季地村民餐桌上 最受欢迎的食材 挖野菜的两位老人 正寻找的是一种苦叶菜 他们说 虽然山上的野菜很多 但到了现在这个初冬季节 就不是什么野菜 都可以采来吃了 只有这苦叶菜 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的 这叫什么菜啊 苦叶菜 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啊 这个清一点把的 那你们一般什么时候采的吃啊 我们 一年四季都有 是吧 一年四季都有的 经常吃是吧 经常吃的 土叶菜的做法很简单 摘洗干净之后 用干净的水浸泡数小时 去除菜里面的苦味 炒之前 先用开水焯一下 捞出来之后 再用水清洗一遍 用力揉粗 把苦味随水分挤出 切碎 下锅清炒之后 就可以食用了 在我当地调研的时候 发现当地老百姓 喜欢吃这个苦叶菜 喜欢喝那个苦丁茶 那么这两种植物啊 它都有一个共性的 它就是清热解毒 通过清热解毒呢 把这个身体的这种 毒性的东西排出去 比如说它这个寒食以后呢 导致的一种 一种生命的一种 代谢产物 磐食这种 把它排泄出去 我们中医认为呢 肿瘤就是一种毒 那这样它通过这样的 清热解毒的方法呢 可能对它身体的 这种毒性的物质的蓄集呢 就起到一个阻止的 阻碍的作用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可能 对它的这个肿瘤的发生 是起到一个抵抗的作用 可能会降低 肿瘤的发生率 慢点 在两天的采访中 卫卫不止一次听当地人提到一种神奇的草药 三叶青 三叶青 我们现在就带你去挖三叶青了 到这里 三叶青 三叶青 你们这是不是都经常用的 据说 当地的婴儿在出生之后 吃奶之前 老人一定先给婴儿 喂一点三叶青熬煮的药汤 喝了这药汤 不仅能驱除胎毒 还能提高孩子的抵抗力 百天之内 百病不侵 今天 刚好朱希勒的小侄子有些发热 母亲让他上山去 采磕三叶青回来 我们也正好 随同去见识一下 这神奇的草药 在这个三叶青 我们称之地 小孩 基本上就是小孩用的多 小孩发疯啊什么 做这个都是好 小孩经风的时候 小孩哭哭闹闹 哭哭啼啼大便不好的时候 是用它的这个果 用它的果实 那个叶子能用吗 叶子也能用 叶子也能用的 叶子一样的 现在果实呢 他们一般都用果实的 找不到那么叶子 也可以 怎么用啊你们这家 我们现在用煮了 煮多少 开水泡啊 少一点的 要煮泡几片叶子 不是泡叶子 你的果子呢 小果子 你要挖那个果子出来 我等一下挖个果子出来了 这个呢 也好用的 就是叶子也好的 那它果子在哪呢 果子在这个里面 在根部 根部了 那你要挖出来是吧 对 它不要一个悬丝啊 什么的往处挖 这很麻烦 这个 那它的产量也很低了 这个 这个很低 我挖出来 三叶青的全称 叫三叶牙爬藤 有名金线钓葫芦 它的根茎 像细细的金线 攀爬在被阴潮湿的石缝之间 三叶青全草可以入药 以地下块根和果实的药效最好 因此 冬季采挖的三叶青果实 药效最为显著 这个东西太细了 就在那看到了 是吧 是那个吧 三叶青的果实 藏在石缝的深处 要循着鲜细的根茎 摸进石缝去寻找 因为根茎太细 朱熹乐不得不带上花茎 循着细细的丝线 用手指探进石头缝隙里 去摸索 可能在南方啊 这边 就是一种常见潮湿的环境里面 我看它都是背影的地方 背影的地方 对对对 长这些东西 我们没想到 采挖三叶青要费这么大的功夫 此刻 朱熹乐为了能找到果实 已经掏出了几块石头 把手伸入石洞的深处 看着它此刻情形 我们的心开始悬了起来 今天究竟能否见到 传说中的神草吗 现在南方这些药啊 四季常青的药 它一般都 从中药里面讲 清热解毒啊 再往下发挥就可能有一些抗癌的作用 一般抗癌的药一般都清热解毒 浮症 就这样都看出来了 这个像个小葫芦是吧 小葫芦是 你给你讲讲它这个根啊 你看你们这个根怎么用 这是根须嘛 都一样的 都好用的 这样子泡 泡几个一般 一般小孩吃少一点的 像这样一颗 大的要分次次 它是要煮的吃 是吧 这样一颗就够了 三叶青有名金线钓葫芦 名不虚传 几米长的细丝根部 果然钓着这么一颗 小小的葫芦 朱希勒告诉我们 就是因为这小葫芦的采挖 非常艰难 所以三叶青这种草药的价格 比较昂贵 一斤能卖到两千元 这小葫芦里藏着大功效 这最大的这么大呢 还是还有大 有大的有 还有大的吧 大的有多大 大的这么大 要核桃那么大 最后它这个形成精华在这里 要用精华在这里 所以用的主要是用这个东西 反正泡茶的话 拿那个泡 叶子泡茶 这样的话 这个植物就充分运用起来了 是这样吗 是 回到家中 朱希勒的母亲 看到她手上的三叶青 像是见到了宝贝 赶紧烧火 让朱希勒煎煮了 给孩子服用 当地人用三叶青 一般整颗入药 根茎和叶子 放在一起煎煮 药效更为显著 小植物生下来 要明日很晚了 那这个东西能给她吃吃 那面黄是什么原因呢 面黄是小植物 吃风叫它 就是热 是吧 小孩子有内热 小孩子一哭一哭 要散起来 给这米饭一哭一哭 散起来 那这个东西要整 给她吃吃 风味没有 因为三叶青 胃肝不苦 所以孩子们也愿意喝 一代代同炉人 从孩提开始 耳濡目染 养生之道 就这样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 代代传承 朱希勒告诉我们 同炉人都膳食草药 他们的草药经验 全部来自同炉的民间村落 而几天来的走村串户 我们也发现 这里的老人 一般都能认识和使用 十几种草药 为家人治病 我们有些疑惑 同炉人为什么有 如此丰富的草药经验呢 2014年初冬 在同炉复春江边的 同军山上 正在举行一场 隆重的同军老人 祭拜仪式 同军是中国有文字记载 最早的一位药学家 被后人尊称为中药鼻祖 有关同军的记载 最早的文献是春秋时期的试本 其后在《本草纲目》等 多部遗书中都有记载 史书中说 他使草木金石性味 定三品药物 著有同军草药录 而由他所定的中药处方格律 君臣左使 一直沿用至今 因为同军曾在同军山节庐而居 所以此地称为同炉 同炉人常以同军后人自居 相传同军老人 善食善用草药 在为乡民治病的过程中 把他对于中草药的经验 积累流传于民间 随着同炉人的生活实践 代代相传 成为一代代同炉人 健康长寿的养生之道 而几天来 无癌村的探访之旅 也让常年被困在病房和诊室里的胃围 豁然开朗 没想到的是 自己多年研究的中医理念 源于民间 也从未离开过民间 同炉人 顺应自然 顺食养生的理念 就是这么平常 而自然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习俗之中 代代相传 而这 正是同炉人 远离癌症 一样天年的 长寿养生之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